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最特別的是我們請到了很難讀路上正面部的蔡明亮導演 蔡導演說我們要讓影片先行 所以今天的流程上會先播他的電影 天橋不見導演會在某處在其中一個座位上 能夠一起欣賞 那全部播完這幾個片之後 再跟未來分享這樣一個拍片的心得跟你想 這個作品是2002 記憶力約了5號 我最近還在想說因為我得了失憶症 我不小心看到自己的電影是什麼感覺 可能會寫太慢 2002 我應該都主要是台北人坐在這邊吧 對台北車站應該是非常熟悉 哪怕不是台北人 對台北車站也是很熟悉 因為進進出出都要進入台北車站 那這個電影的前面一部是200年的 你那邊起點 我剛好拍那個電影 拍了一場戲 那個天橋還在 那時間有點不對 差不多 對 200年的時候拍的 你那邊起點 你康生是演一個在天橋買手錶的人 那陳香騎是經過天橋跟她買一支有兩個時間的手錶 這個小姐就要去巴黎旅行 那這電影就因此展開 這兩個角色就沒有再遇到 很奇怪的 也是沒頭沒尾的電影 很少見 男女主角沒有相遇 更不要說談戀愛 就沒有相遇 有沒有各自思念想到 不知道 有沒有特別說 那兩個時間在進行 其實有三個時間在你那邊起點 一個是台北的時間 當然比巴黎就快了 快了 快了七個鐘頭 然後另外一個時間 就兩個時間 另外一個時間就是 不是人間的時間 我們總是覺得 不是人間的時間可能更慢 或者更快 不知道 那中國人喜歡七 你看 愛媛巴黎 相差七個小時 那我們每次人死的時候 七天才有回魂 七天回魂 七七四十九就真的離開了 煙霄 煙飛什麼雲散 沒有 去哪裡不知道 我們都想像她去 可能到地獄了 或者到天堂了 或者投胎了 所以 家裡面有人過世 又很期待她回來 又怕她回來 回來已經不是人了 所以那個電影就是 你那邊起點的全部的內容 爸爸死了 媽媽 希望她回來 讓她回來 就把家裡的光都貼 貼黑了 想像鬼 想像鬼 怕光 就把家裡的光 讓她回來多一點點的時間 因為四十九個月後 她就要走 就是走 這個就是我的電影 看完那個電影之後呢 我記得不久後 大概幾個月後 那個賣手錶的天橋怎麼見 我剛從那個電影劇的看 轉回來 大概沒多久我就經過車站 看到天球不見 當時感覺非常印象深刻 很怪 覺得很荒誕 你拍過的場景不見了 難道是你搭建了嗎 真的是一個電影裡面的場景嗎 它不存在 可是它存在在我的電影裡面 所以你覺得是不是很奇怪 人生真的如戲 甚至人生如夢 那所以我今天 那為什麼有這個作品 是拍完天橋不見了 我被請去法國一個大學教書 他們給我一百萬台幣拍一個作品 我就回來說拍什麼呢 發現天橋不見了 那我就拍天橋不見了 拍完之後 後來就衍生出另外一個作品 你看李康生都被人家拔光了 就出現了天變一朵雲 那天變一朵雲這個片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 我們的身體不能自主 我們都希望自由自在自然 但是其實我們是很難追求的 很難追求 終極一生都很難追求 因為生命是不自主的 生命是無常的 生命是無常的 你真的要 有時候要 托付給你的命運 你的命好一點的話 你可能有一個比較好的人生 對不對 當你有好的人生的話 你就要真的 真的 真的更懂得珍惜它 所以我今天來之前 很不巧 看了一個國家第一台 在播一個日本的三一一 三一一地震的節目 非常驚心動魄 真的 你看到那個畫面 你不要說 你看到那個畫面去想像 活生生看著這個事情發生的日本人 怎麼感受 你懂嗎 你看著那個被那些用手機 不經意拍下來的各種畫面 那個變化 那個快速的人生的改變 巨變世界的改變 你簡直覺得只有一個感覺 不可思議 簡直不可思議 你頻頻會聽到那個 電視上那些拍的人 他們都失去家人了 眼看著自己擁有的一切 一下子就不見了 甚至也不知道他的親人在哪裡 他的嘴裡只能說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這就是我們的人世間 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那我們 所以我們今天回頭 在一個 其實陽光非常靈媚的 東末 坐在這個圖書館 很安靜 很舒服 那我自己 也不見得是平靜地坐在這邊 因為我也有很多我的寡愛 有一些事情我也不見得說 但是起碼 有一件事情我也可以說 我們很好的朋友 叫韓良璐 幾天前突然間就走了 我也是在我們路上看到的 非常驚嚇 那我相信韓良璐是 非常喜歡這個電影的 因為她都喜歡我的電影 我也有一詞 但基本上她非常愛我的電影 所以我跟梁璐呢 是那種不常見面 也不太約會 但是見了面都非常開心 好像自己一樣的一種朋友 心靈上的自己 那因為我們年齡相反 相反我大概一生 那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她到我家來 我忘了那個原因 她跟她現在的先生都非常年輕 應該在接近三十年前 到我租了一個房子 我的房子是家獨四壁 又站住在一個空房子裡面 那個時候我開始寫劇本 剛大學畢業 朋友互相認識 她應該是被一個朋友帶來找我的 可能找我寫劇本 有一點 她在做電視人的時候 她來找我印象很深刻 她進了我家裡什麼都沒有房子 她看到了一個東西 她就笑 她看到一個健身用的腳大師 健身用的腳大師 她就笑 她說阿亮你肯定這個不是你的 不是我的 是房子 我說你怎麼知道不是我的 我也可以運動 她說你是天蠍座的 不運動的 她也是天蠍座的 所以她後來研究星座 研究得很好 那後來我們就變了很好的朋友 那阿亮路可能是第一個跟我講說 蔡明亮你是最聰明的導演 最聰明的 因為大陸拼命要拍電影給好多人看 拍給大眾看 要很多票房 但是你不用 一直拍給20個人看 那這20個人就幫你把電影傳到全世界的 每一個角落去了 懂我的意思嗎 還懂他的意思嗎 聽不懂 懂嗎 我的電影是小鐘的 那有什麼關係呢 一樣被看得很遠 看得很久 你看這個作品 2002年 現在11年了 12年了 你們又看到一次 而且你相信嗎 這個電影 曾經在台北的微風廣場 這個戲院上片過 相不相信 他才23分鐘 上一片的 上了兩個禮拜 為什麼上一片 我就是很瘋狂 我覺得 為什麼電影一定是90分鐘呢 為什麼電影一定是那樣是這樣的 我當時拍完這個作品 我覺得他應該在戲院上放 應該在大螢幕 不應該在電視上播小屏幕 我不喜歡 我就跑去跟戲院好玩談 談了幾家 其中圍攻廣場 當時的總經理叫葛世成 他也是我的粉絲 他就決定演 半小時怎麼賣票 賣100塊 然後住民說 就是半小時 23分鐘 有沒有人看 不用擔心我的觀眾 因為我會賣票 我就上街頭賣 賣了 應該是3000張吧 不錯 結果 3000張賣完就上片了 我記得上片的時候 是整個圍攻廣場 最賣錯的電影 為什麼 因為遇到了SARS 沒有人敢看電影 但是我的街頭賣掉的 那些觀眾還是來看 所以最賣錯的兩個禮拜 賣完了 所以我在我的小廣告都寫說 電影為什麼是90分鐘 為什麼 90分鐘看得傻傻的出來 也等於沒看 不然看一個有感覺的 那是不是有感覺 我也不知道 總之這個 它有一個記錄是 就是在一個西約放了兩個禮拜 就是 它是發生的紅磁 紅石 那我還是很想念 寒兩路的那個時代 我們那個時代 我們比較年輕的那個時代 年輕人可能很難給意見 天橋有什麼咬不去 天橋醜醜的 我們也覺得很醜 好 就是每天都要經過那邊 我們台北市老實說 恐怕你去了很多國家 特別是西方的 或者歐洲的 或者日本的 甚至韓國 你隨便走一走 你覺得 他們城市比較漂亮 比較乾淨 比較正氣 比較有規劃 那我們住台北 有時候真的覺得說 要帶台北去哪裡逛 帶朋友 外國來的朋友去哪裡逛 真的不太知道 但是其實 又覺得台北非常豐富 因為你生活在裡面 你知道它的細節 觀光客不知道細節 就覺得台北不好看 但是我們知道細節 我們生活在裡面 所以有情感 情感會產生一種美 就是 不是距離 是太熟悉它了 你常常用它 你常常看它 你習慣它 你知道它的氣味是什麼 所以我就說 台北 其實發展的 老實說 也沒有太快 最快的時候 就是天橋不見的時候 我們的舊台北車站 被拆掉的時候 或者我們的中山 那個中華商場 我的國語不太好 商場被拆掉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大家非常惶恐 尤其是有一點年齡的人 非常惶恐 因為你生活的空間變成 發展地下化 發展東區的大陸 你知道嗎 我現在還是非常不熟悉東區 也許東區也有它的細節 但是我比較少去 我還是喜歡西南邊 很多細節都在裡面 到現在還是很多細節 很多餐廳 很多想弄 很多奇怪的商店 但它逐漸會改變 逐漸會甚至就沒有了 比如說這個天橋 當時拍完之後 不要上片文 要做旋轉 真的 我們上一個節目 扣印緊來的觀眾 就說 這個天橋很重要 因為它從基隆來 來到台北 它不會走了 因為沒有天橋 我到現在還不會走 那個捷運的地下島 那個區 常常走出來 就走到別的地方去了 是不是有這樣的經驗 有天橋一抹兩人 但那個天橋就不見了 但真的它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只覺得說 像我們創作人 一直在經歷這些生活的改變 比較多是 我覺得這個時代 以前很希望它改變 我不知道有沒有那種想法 年輕人可能比較沒有 我們有年齡的 希望它慢點改變 因為跟不上去 追不上去 很多店裡 我猜有很多跟我同樣年齡的人 是進不去 不知道裡面在賣什麼 蘋果啊 那天我完全 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多人在裡面晃 看那些器材電器 我是在外面 我就真的不能理解裡面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不會走進去 我脫節了 我跟不上去了 但是那怎麼辦呢 也沒關係吧 差不多了 我覺得我差不多了 不用進去了 但是我就開始 你看這個是年齡 很多人要逼著你去回憶 這個題目就是關於記憶 逼著你去回憶 回憶來蓋嘛 我想到最後就是分享你有過的美好 我不曉得大家昨天 是昨天嗎 還是前天 昨天 昨天 前天 有看過 昨天吧 你看我昨天前天 那我說前天什麼呢 昨天什麼呢 前天 前天是公視播主題之夜 剛好是前天 對前天 前天 前天 是前天 昨天 昨天 昨天又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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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 前天 是前天 前天 前天 對 你看 那個作品叫昨天 是在講我的昨天 其實也不是在講我的昨天 講很多人的昨天 講某個世代的昨天 那個世代是有大電影院的 世代 有 怎麼講呢 你看有大電影院 非常有意思的 它是 我認為是第一波的全球化 大家老實說全球化 是近二十年才說的 但是 全球化其實在 五零年代就已經全球化了 是一個電影院 美國的電影 全世界都來播 除了鐵幕 除了共產國家 沒有 他們可能有電影院 他們也許是有劇院 有什麼 但是他們沒有像這種 有系統的 來無私的 後來華人的社會 裡面有 香港的那種院線 遍布全球的華人區 我們都是 我跟韓兩路 大概就在那個時代出生 所以我們就進到了 很大的電影院 去享受我們真的 有一大段的歡樂的時光 非常 那個時代的速度是比較慢的 也不是白費戴心 因為戰爭過去有一點時間 大家有一點沒有特別的富裕 可是精神上好像 又比現在富裕一點 你知道吧 因為生活沒有那麼充滿 沒有那麼多 靈牌要你去追求 你知道吧 大家還是會羨慕那種 住大房子 羨慕富翁 可是沒有那麼被強調 要去羨慕他們 他們沒有變一個生活的指標 現在的生活的指標是什麼 世界第幾個富翁 有幾個落在台灣 對不對 有幾個是華人 成功之勢 誰是成功的 企業家 都被特別的強化 然後跟你強化 跟我們小朋友說 這是一個競爭的時代 以前不太有人跟你說競爭 你可以去做各種行業 你還是一樣要寫我的誓願 但是沒有要打敗誰 沒有要做第一 很多都要做第一 最強的 最高的 最長的 以前好像沒有這樣的發展 就是可以做醫生 做醫生好像也有比較崇高的理想 對不對 做建築師不得了 蓋橋 蓋房子 現在不是是賺錢 做律師幫人打到物品 因為做律師可能會變總統 等等 很不同的價值觀 懂我的意思嗎 以前我看的電影 我常說的 我的外公帶我看電影 每一次都要說同樣的事 你要像那個洪寶寶一樣孝順我 因為洪寶寶都是很苦命的 後來就很孝順 你要像他一樣孝順我 賺的錢要給我一些 你看電影好像在上課 現在沒有人討論這個問題 太土了 太遜了 太遜了 所以很不同的時代 但是我覺得 怎麼講的 我真的很 所以寒涼路走 是很突然的 因為他很年輕 我相信他沒有像我這樣 常常想著隨時要走 因為他很樂觀 我那當然很樂觀 可是我身體不好 我的身體我病了有一段時間 常常覺得自己隨時會 不完全就走 演講演講就到了 我都這樣想著 我都在 已經在佈局了 我已經在開始在做佈局了 要寫遺囑了 可是還沒有寫 已經跟遺囑的公司在接觸了 但是你看到洪涼路走 你覺得很意外 這樣也很好 因為他完全不知道的 沒有準備的 就生病 生了一個非常壞的病 那我就想到 寒涼路種種對我的好 也就是那個時代的人 一種 我不知道 寒涼路非常聰明的 那個時代 特別聰明的人 包括他看電 他可能是台灣 在80年代解嚴 我是講1980年代解嚴之後的第一批 我們可以不被很多東西禁忌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 我們的渴望 我們開始會渴望 要渴望的東西 開始進來的時候 包括言論自由 包括你可以看到 以前不能看到的 文學也好 電影也好 或者很多理論也好 都進來 他是那一批 侯孝賢也是那一批 最早接觸到 而我也是那一批 因為我 我可能比他們 比侯孝賢 小十歲 寒涼路是那一批 但是呢 我都還是覺得說 即便是我們被壓抑 被限制 我們還是也比較自由一點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很 比較深的 比較厚實的 文化傳承 相不相信這個事情 我們還是可以讀到很多 很多書 在那個年代 有些人都不能讀北京 大部分還是可以讀到 所以 當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要到來的時候 自由了 你什麼都可以 可以講話 可以發表你的言論 不同的政治的概念 你可以看不同的東西 以前被禁忌的 他說那是色情 衣服脫了就叫色情 其實他也沒有色情 就是脫了衣服 包括像日本的大島主 在三四十年前 就拍了一個感官世界 在感成德強 在世界很多地方 也不多地方 某些開放的地方 被不停地放棄 但是在很多地方 不停地被禁忍 了解我意思嗎 我們那個年代什麼都來的 八里年人 什麼都看到 透過道版 透過片上的引進 書上的引進 各種各種 然後呢 可是你怎麼去看它 你怎麼去吸收它 有誰去看它 有誰去吸收它 誰是海民 誰是石頭 那個時代有很多石頭 來了 但是不吸收 比較多 不基礎比較多 到了 我讀大二的時候 1979年 可是 欸我很老耶 台灣才有 我的金馬獎才有 國際外片觀摩 當你要辦一個國際影展 你第一個先決條件是什麼 你不能撿人家的騙子 不能透過一般的檢查制度 不能分級 已經是分級了 反正都是成人級 你不能限定成人 不能看成人的東西 你不能限定成人只能看幼稚園的東西 你懂我意思嗎 當它要辦 就是因為解嚴之後 才會有金馬獎的外片觀摩 你說為什麼金馬獎 在華人電影世界裡面是很重要的 這一塊也是很特別的理由 它很自由 它很早在二十幾年前 二三十年前就已經開放了 外面還是有各種分級之類 金馬獎是沒有分級的 沒有分級的 看金馬獎就是一群人 大概兩三千人 連夜去排隊買票 就是可能比 就是看演唱會的感覺 這群人其實為數不多 但是演購物 了解我意思嗎 這群人就產生了後來的 偶像賢 很多新電影的導演 或者電影工作者 甚至我覺得影響了非常多 文學界 藝術界的人 因為你的光是 看電影的概念 就開始改變了 電影是什麼 電影不就是娛樂嗎 電影不就是一個商品嗎 電影不就是 都在比誰的賣座嗎 電影不就是電影明星嗎 後來變成偶像嗎 電影不就是這些 才藝半厚的消遣嗎 可是我們從國際電影 節靈開始看到的一些電影 它為什麼那麼嚴肅 為什麼那麼 有些看不太懂 看伯克曼的 第七封印 講死亡 我們的華人電影不太講死亡 你那邊記得講死亡 雖然賣座的很慘 連日本的片商都不要發行 你知道嗎 河流是講生病 怎麼可以講生病 河流還講不快樂的同事 怎麼可以講爸爸是同事呢 小孩子同事就好 怎麼可以講爸爸是同事 很大的冒犯 冒犯那些男人的世界 那同事圈裡面怎麼看待河流呢 同事圈看河流 怎麼可以把河流 把同事講得這麼陰暗呢 躲在三溫暖裡面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同事電影應該要快樂一點 以前有一個同事電影叫 一龍撒鳥 大概是掏住你的手帕 或者後來的喜宴都很快樂 起碼是個喜劇 都不行 你知道嗎 怎麼樣去銷售 銷化 或者去迎接這個世代的改變 當它變成自由的時候 它不是只有自由地賺錢而已 你知道嗎 它有自由地思考 它有自由地言論 它有自由思考 自由地行為 自由地生活方式 我覺得非常重要 八零年代 所以我很開心 我剛剛訪問的時候 來到台灣 我就碰到了 所以很多人說 昨天那個紀錄片 很奇怪 蔡導演 看的電影 完全是商業片 跟大家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不一樣 跟現在很多人都是一樣的 都到戲院去看電影 因為我們當時看電影的管道 只有戲院 你認真想說 你在戲院看的電影 其實被選擇了 被你的國家的政治正確選擇了 被你的商人 要賺錢的商人選擇了 所以你不會看到 不太會賣出的電影 或者你不太會看到重要的電影 或者有文化性的電影 所以電影到後來根深蒂固的 就被大家認定 變成是一個消費品 娛樂 要娛樂 打開電視 重看周星馳的電影就好 因為你每次看 你還是每次會笑 你知道 如果有很多朋友 是不停地看電視上 他不興趣 願意看電影的 所以我一直 我上計程車問賈如說 導演你好久沒拍片了 我說 我拍片你也不看 你的關心是來著哪裡 對 我自從結婚後 就不再看電影 不再去戲院 那你都看著電影 電視上都有播 周星馳啊 陶穴威龍 我沒有要拍照周星馳 我也看了 我也很喜歡功夫 但是我說我們沒有選擇 那個年代沒有選擇 回過頭來想 這個年代有選擇 那你選擇了嗎 你會選擇嗎 你懂得選擇嗎 我覺得 但是我又覺得說 我不能否定 完全否定那個年代 所以你看昨天 我還是非常 到最後我還是說 你要我從來我的人生 我希望回到我的那個年代 因為那個年代有一種 怎麼講 我剛講的那個價值觀 對愛人 你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沒有那麼大的 我的家裡 我的家庭 我爸爸是一個農人 烏農的 世代的烏農 遇到我的外祖父 就娶了我爸 我的外祖父呢 是一個賣面的 他是我們那個馬來西亞 有一個小鎮叫古晶 每個地方的第一個賣面的人 在二戰的時候 後來那些老人家 回憶起來說 有一個姓謝的 推著一個小攤位的 車子 小車子 沿街叫賣 哪一個主板 在敲 賣混沌麵 然後我媽媽後來就跟我講 你外公那個年代 現在賣麵 你知道他賣什麼麵嗎 因為我爸爸 我弟弟他們現在賣的麵 叫叉燒麵 叫乾烙麵 他的配料就是叉燒 好 那你知道我外公賣什麼麵嗎 鲍魚麵 我說啊 鲍魚麵 不是很貴嗎 他說那時候鲍魚也是用罐頭的 這個牌子的罐頭 就不打廣告了 比較便宜 你知道嗎 比較便宜 沒有被操作 那很貴 比較便宜 他也賣叉燒麵 也賣鲍魚麵 鲍魚麵 鲍魚麵比較貴 後來我媽媽還活著的時候 我就要求她 煮一次鲍魚麵給我吃 真的還挺好吃的 你知道嗎 欸 路邊攤賣鲍魚麵 那個年代 真是做夢一樣 後來我的外公 我爸就娶了我媽 就變成 先是變成我外公的學徒了 後來娶了我媽 就 怎麼講的 就是 非常多人在學做麵 還有我的叔叔也學做麵 他就傳傳傳傳到 整個古境都在賣 很像現在的歐巴米酸一樣 就在賣乾撈麵 我們應該是第一家了 那個年代 真的很奇怪的一個年代 然後賣麵 就賣麵嘛 夠吃就好了 所以外公 外婆賣麵 每天 傍晚出來賣 賣給人家吃宵夜和晚飯 賣到十一點 十點十一點就收攤 那個年代 電影院每天集員養長 七 六點四十五分 我想台灣也一樣 都沒有那麼 那麼多 那麼多的時間在家裡 都白天要上班 要工作 晚上才娛樂 娛樂沒有電視 只有一個收音機 收音機的節目 也是有時間限制的 像我們那邊 你們以此類推 像我那邊 八點鐘 還有華語節目 晚上八點 中午十二點 到一點有華語節目 八點 因為它多元民族 八點有華語節目 到十點 沒有節目 放國歌 放可蘭靜 沒有了 關睡音機 關燈睡覺 所以以前沒有人失眠 睡覺 那我外公 我外公 每一天的生活 就是賣面 同時看電影 賣面怎麼看電影呢 因為電影院只有 晚上兩場 他們就輪流看 所以我就輪流去 變成一個小演員 每天看一樣的電 或者看不一樣的電 因為有很多戲院 他們選擇 有時候我是同時看電影 一樣的電影 可是我就乖乖地看著 那個年代真的是 我收不上來就很 很甜美 然後我的外婆睡覺前看書 好像沒讀什麼書 我猜 大概進學校一兩年 我的外婆 怎麼讀書呢 沒有台燈啊 那個年代 只有日光燈 所以你一開燈 就大都全亮了 所以他要看書怎麼辦 收攤回來看書 點蠟燭 而且是點白色 點紅色有點恐怖 就點白色的蠟燭 紅色的拜拜 後來他細叫了 雖然說我臉白色蠟燭給他 我的外婆 臉白色蠟燭 所以我的記憶裡面 就是這些氣氛 氣味 外婆看書 大概也就看半小時 我跟外公聊聊天 我就睡了 可是睡前總會聞到一個 那個辣的味道 因為她把蠟燭吹熄了 那個辣的味道就飄了 飄過來了 就睡著 每天都是這樣 把生活的點點力就不說 我來到 可是因為這樣的生活 包括 我說為什麼我的個性那麼自由 那麼喜歡自由 那麼怕受約束 有人要管我就想逃走 我就逃走 再什麼好的條件都留不住 不要 你知道我在拍那個臉的時候 當時在籌募資金 要比較多的錢 我們的館長 羅浮宮的館長非常好心 介紹了一個香港的富商 因為他要在羅浮宮辦活動 他就認識了 這個富商 富商就很願意 他把我的電影 要投資進來 都講好了幾千萬台幣 對他來說可能很少 對我們來說很多 然後後來他差不多的時候 要我去香港見這個有錢人 我去了 當天下個毛毛雨 我跟我的片商一起去 他在一個大半面的 Lobby裡面喝咖啡 他說 蔡導演 我認真看你的電影 我還看得下去 我也覺得挺不錯的 這麼個人這個藝術很尊敬你 所以我決定要 來掌破這個創作 讓你再多一點自己 可是我們出錢的人 怎麼可以開一點條件 我說好 什麼條件 不過你可以不用馬上決定 回家想看看 第一個條件 我就說了 後面兩個條件就不說了 說一個條件 因為比較不傷人 他說傷李康生 他說你那個男主角 決定是那個李康生嗎 他說對 你不覺得他 點點點點點 對 我的製片就這樣看著我 他臉就沉下來 我是沒什麼表情 我就看到 我之前就看到我 眼睛震到很大 他在看我什麼反應 第二個 第三個 我說 這樣好了 某某老闆 我們就做朋友 好 我現在就可以為了 妇女 光是第一個理由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 我的電影 要給我錢 要投資我 非常簡單 一定要有李康生 一定要有錢 對不對 一定要有自由 你不要管我的美學 你跟我講美學 你的美學 跟我的美學 不太一樣 很難談 我說 不然我就做朋友好 不算和氣 我就走出來了 下股語言 是非常的 怎麼說呢 幾千萬飛走了 我都出現 我都出現 一句話都沒有說 回來了 繼續 往下走 繼續 拍電 沒影響 舒服一點的也許 多一點資金而已 好 我就說 一百塊就做一百塊的電影 一千塊就做一千塊的電影 不就是電影嗎 不就是作品嗎 所以 我想到哪去了 就是 我說我來到台灣 我的個性為什麼這麼自由 就認真地想說 都是我童年培養出來的 我真的很 我童年的時候 我就想 有一件事情非常微妙 我的父親是從中國來的 他十二歲 聽說只有穿一條短褲 藍色的那種短褲 後來是他們的內褲 全家只有大小就來了 因為太窮了 那是一個最大的移民潮 在一九二零年代 比後來的那個戰爭的移民潮 差不多 可能更大 因為他是自己要跑出來的 就跑出來 廣東福建那一帶的距離 船到哪裡就在哪裡 落江 也沒什麼選擇 我爸爸就來到了馬來西亞這個小城 就落江 怎麼說呢 那我就 我當然就出生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一個 各種種種族融會的地方 有印度人 馬來人 也有著名 一樣的 一些外來的 華人 非常大的 那 中國人就會有中國城 華人就會有中國城 電影院有各種劇院的電影 有印度片 有馬來人片 所以跟台灣也不太一樣 華語片就很像 可是以前也不太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在那邊可以看到 大陸那個地 你知道嗎 還沒有變成樣板器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 到了樣板器就看不到了 因為還是有一些政治的立場 因為馬來西亞以前是反共的 還是可以看到大陸 所以我的記憶裡面 我的第一部電影 跟大家說是什麼 是一個 我的記憶裡面最深刻的一個畫面 是一個大陸的紹興戲 叫追與上海 這片場拍的 是1960年出品的 不 60年 我大概是三四歲看的 那我是可能更早看電影 可能記憶不好 就慢慢沒用 可是我永遠記得那個畫面 是余美人窮出生 寄居在他的岳父的後花園裡面 被冷落 在後花園裡面是 對著一個 蓮花 那個 蓮花池 湧炭 其實裡面躲了一個千年 余美人 余金半年就飄上來了 那個畫面 彩色電影 剛開始的彩色電影 余美人就這樣 古裝的 就飄上來了 是一個非常粗糙的 粗糙的那種特色特效 但是呢 在我那個年代就很不得了 尤其小朋友 看到神話 就非常非常喜歡 非常有感覺 彩色的衣服 有點像手繪 你現在看 買得到這個電影 余美人飄上來 這是我最清楚的電影的畫面 是一個神話 中國的神話 是一個戲劇的電影 你想想看 我那個年代可以看戲劇的電影 現在沒有戲劇的電影 好像不需要 你知道嗎 劇院還是沒有演戲劇 可是那個年代 為什麼有戲劇的電影呢 因為我們在南亞 華人這樣 流落在到處都是的時候 它也變成一個市場 也變成需要 那叫向舟的慰藉 需要向舟 所以華的電影才可以起來 香港就變成一個製片重鎮 還有上海的一些東西 台灣也是 我第一部電影 掉淚的電影 我還記得 叫《養鴨牛家》 立地寫的《養鴨牛家》 為什麼掉淚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記得我掉淚 因為這種人生的第一次都是很強烈的 為什麼掉淚呢 我後來回頭看了電影 我還是心有氣息演 那個電影 是我認為旅行最好的電影之一 非常單純的電影 講一對婦女 就是葛鄉廷演的 唐寶玲演她的楊綠 但是你知道以前總是這種題材 楊綠不知道自己是楊綠嗎 在乎自己是誰生的 就變成一個家庭悲劇 這個 他們是養鴨的 那個電影非常有意思 你現在看它 不久前公視又重播 我看很好的 中影出品的 原來這個電影 因為一開場是懶陰鼎的 那個 的鄉土畫 你知道嗎 水墨畫 他畫 畫鴨子 這個李行大學說他因此就要拍一個 因為當時在鼓吹健康寫實 就要來拍一個洋家人家 你就看到非常漂亮的台灣 在六零年在的風貌 鄉土風貌 那個電影是在 應該是在 大概新竹那一代拍的 我不記得 總之呢 畫面什麼各方面非常漂亮 攝影師是叫賴神音 我印象很深 因為太美了 他拍夕陽 為什麼讓我流淚 就是那個夕陽 太美了 然後 鄉鄉亭跟唐寶雲趕著鴨群 去吃親戚的那種 那種 倒水 你看多節省 不是養飾料而已 來哪裡有親戚 收割了 我把鴨子趕過去 也是好幾次的一度趕去 那時候的生活就漫不掉 吃鴨群吃完了 爸爸覺得差不多了就回來 就看女兒 就留給表哥表弟們一起玩 他開心兩天 就先走了 可是這個唐寶雲 每天跟爸在一起 不捨得爸爸一個人去追他 表哥起摩車就在他 那個風景非常漂亮 夕陽雨會拍得很美 當時是用三屬移民拍的 現在可能也拍不出來 你知道 就是很漂亮 可能空氣也好 什麼都好 所以那個畫面就是唐寶雲 我一下了江明 我記得那個表哥 一跳起來摩托車 就喊 啪啪啪 這樣就很善情 其實那個內容是沒有什麼的 很淡的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淡的有餘 所以就令我六歲的小小心靈被震動到 就掉了可以 等我一下 那個年代 他電影的內容也不一樣 可以有戲曲的 有民間故事 有各種奇形 無恰片 什麼什麼等等 跟現在電影比起來 很不同 更豐富 其實是 更豐富 更多樣化 我在東南亞看到了 更怪 有印度人的電影 我外婆很喜歡 那華人哪有聽印度歌 所以都會 都是女人去看印度片 男人不看的 有西片 有菲律賓的鬼片 以前泰國不太拍鬼片 是菲律賓在拍鬼片 所以我從小看各種電影 然後看到的電影字幕有好幾行 有馬來文 有英文 有華文 每天看電影要經過一個廟 那個廟是個印度廟 從來沒有走進去 小小的 有一個大榮士 我外公就說 看到廟這樣 管到什麼廟 就一定會做一個 我們兩個 一老以上 一定會做一個鞠躬 很奇怪 然後從小 就會聽到 一種 城市 很獨特 回教國家才有的 一種聲音 就是可蘭吉的朗誦 那個城市裡面 到了八點還幾點 他就來盤旋一下 好 還有晚上八點鐘 我印象最深刻 所以我覺得我很幸福 出生在那個城市裡面 那個城市是一個冒險 立國的城市 你知道曾經有第一大戰 第一次大戰 東印度公司 一個受傷的英國兵 被賠償之後 他就買了一條戰艦 就周遊列國 環遊世界 就環遊到我們那個地方 剛好遇到有海盜 當地的酋長請他打海盜 就擱了一個地 就是古晶 他就立地為王 就變成一個英國人做國王的一個城市 傳了三代 到二戰的時候 還還叫還給英國 變成英屬殖民地 後來又參加了大王延報 就獨立了 我問了一下 那個過程裡面 我們 我小時候還經歷過 英屬殖民地 用的銅板是英女王的頭 你說我怎麼會有國家觀念 你要罵我也行 你要說我也 我就覺得 自由沒有什麼 你懂嗎 還有那個年代的氣氛 很自由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什麼分別 沒有什麼分別 可是呢 自由但也有它的不自由 總是有的 我反而覺得說 慢慢這個世界越來越不自由 這個不自由已經不是鐵幕的不自由 已經不見得是正體的不自由 是什麼的不自由 是經濟的不自由 每個人都被這個東西綁得很緊 每個人的觀念都是錢 都是要賺的那麼多 所以電影 特別是電影 做電影這個行業 非常多人不能理解我在幹嘛 那我也不需要人家理解 活著不一定是要被理解 活著是要快樂 不是要被理解的 不用 理解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 花很長的時間 誰理解佛陀 誰理解耶穌 我不是比較他們 我比較容易講 不用 我常覺得不用被理解 但是你要活著很快樂 不停的感覺 有好的還有不好的 我想韩良悟跟我經歷到那個 從被捆綁到釋放 到釋放之後 並不見得你就不會被捆綁 你還是需要被很多東西捆綁 你要不斷的釋放 你知道嗎 什麼東西捆綁 我昨天在一個婦女團體做演講 講到最後他們說 哎呀原來你就是要做自己才會快樂 可是做自己好難啊 那些成功女士 接觸女士都說做自己好難喔 其實不難 有什麼難的 你不要太在乎別人做好 所有的價值觀認真想一想 所有來的東西認真想一想 認真的感覺生活 感受生活 我覺得 你就比較容易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我很喜歡跟建成斯基聊天 我跟斯基前天 我要去看地 去一個 針灸老師這樣看地 坐上斯基的車 就看著斯基 斯基 我一上車他就說 蔡導臉 你最好的 我說對我很好 然後就開始聊 因為身體不好也會急去 我說 我說問你講 你有運動嗎 你一天做幾個鐘頭 我說 十二個鐘頭 跟我同年了 同年了 小孩三十幾歲了 我說 少做一點 少看一點 如果小孩子不要再孤單 就少做一點 他說對 他也開始這麼想 兩個小孩子很乖 已經賺錢了 還有一個不小心生下來 還要供他讀書 就是為了這個小孩子 所以就離開 我說 再坐少一點 要運動 要長 我說坐 坐著很危險 一直坐著姿勢又不好 我說去打氣功 到公園裡面不用花錢 我們就談到生活上的需要 斯基也非常的豁達 他說其實我們需要的真的也不多 禮拜天帶小孩太太去玩 去吃個館子 去不知道賞花 他說了 就覺得很滿足 沒有要太多東西 我說這樣就好 很多人都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那個年代的人 都很多是這樣子 沒有想太多 現在可能 但是我們的整個媒體也好 我們社會也好 我們價值觀也好 一直在鼓吹一種財富的價值 鼓吹到有點 我不知道 有點過頭了 昨天 我在那個 結束婦女 那個場所簽電 演講完 有一個女士 非常熱心的上來 因為她聽了我的演講 有所感 她說她要分享一個人講話 她就拿手機去讀 我在她旁邊看她讀 她說 有一個人很會賺錢 可是 沒有花到太多錢就走了 她說誰 她會賺錢的 但是沒有花太多錢就走了 誰 馬上到了回應了 賈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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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終前寫了一段話 我就聽她讀 讀了大概五分鐘 一句一句的讀 說 哎呀 原來我 大概是這個意思 我一輩子花了好多力氣 我是最有賺了很多錢 很有名 但是在我生日的時間 這些東西都變得黯然無謀 我說 你發現了太晚了 你可以再年輕一點 就發現了 不用到死之前才發現 發現了又怎麼樣 可是你前面鼓吹的什麼 快速 方便 財富 成功 不是這樣子嗎 這個回馬槍 覺得一點力氣都沒有 沒人理你了 因為根深蒂固種下去了 你知道我一個嗎 不是很多人都會 在認真地看你的人生 哪只看你成功的那個部分 我們不就是這樣子嗎 宣揚的不是你成功的那個部分 所以 不知道 我覺得 我在看我們世界的改變 我覺得 我就覺得太快 太怪到沒有知覺 所以呢 我就來用作品 看看能不能換氣 比如說天橋不見 什麼意思 好 李康生拍了 跟我拍的一個電影 叫不見不散 好 我拍一個戲院 一個時代 一個戲院 就不見得 其實是理所當然 可是不見得 那些東西 有更好的東西來嗎 有嗎 不見得 可能不見得 可能不見得是最正規的東西 李康生拍一個小朋友 失蹤 那個奶奶的驕育 驚慌 因為他的世界就是這個孫子 你知道嗎 他的世界就是這個孫子 孫子為什麼會不見呢 為什麼會失蹤呢 就是這個孫子 就這樣平空消失 這是人生才會發生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在乎小孩子不高興 會怪罪於你 但是你抵不過這個世界的改變 你知道嗎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想這些作品不停地 不停地 我們不停地在這邊生活 看到很多美好的東西 或者人 昨天在教室的時候 比如說寒良路 這部創作品不夠好 他關鍵就不見了 他是很厲害的 你聽過他演講了 去看他的書 他一些生活的概念 就非常非常的健康 比如說他對我的一個認可 說我拍電影的 他一針見血就看錯 這種電影拍給二十個人看 因为这个时代也只有二十个人可以接受 但是这个二十个人非常有力气 非常有力气 他就帮你做了很多事情 你不用在乎什么一亿千万 不用在乎 事实上我也没有太在乎 在乎不到 所以我想今天 我有点不知道该讲到哪里去 我今天也觉得很好 这样一个下午 大家可以重温 有年龄的人可以重温 崔平唱的南平晚宗 年轻人没听过的 也听到说 以前有一种歌是这样的 这样子 我说不上来 怎么说呢 以前的流行歌曲 当然也是爱 恨 我要你 渴望 可是现在你认真比较一下 连这个都不要了 连渴望都不要了 我最好自己一个人过 你走了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躲在车子上面偷听到你跟谁又怎么样了 大概是这个 我有印象了 我随我说说 所以音乐那个旋律好像也不知道 只有一个哭哭哭 节奏的东西 好像不太能够 我不知道也许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这样说 我自己就觉得说好吧 那我还是在我的世界里面 但是我把我的世界里面美好的东西 看能不能 就想丢出来 所以我这几年 一路在做的就是 还是拍我的电影 做我那个很缓慢的创作 同时我常常介绍老的电影给大家看 老的电影 你如果认真要看 从现在开始看 你看不完 而且都很好看 像我认识了我的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 针灸医师 他帮我们看病 他不要收钱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还有这种人呢 疫诊啊 好不收钱 他就花很多时间 帮我们看病 那我就去买了一套 唏嘘考课给我们看 我说老师你看一看 他说我不看恐怖片 我说他不是恐怖片 他不恐怖 他非常有趣 你看了就会爱上他 因为老师也看我作品 因为认识我 还看了他就有感觉 我其实很想 给很多人看很多电影 比如说日本电影 我刚讲311 我刚讲 我马上想到一个人 那个人就挑出来 他叫野上灶带 他是一个日本的国宝 八十 今年八十八岁 我还有点时间 再讲 讲个五分钟 我想介绍他 八十八岁 野上灶带 你看八十八岁经历到的什么东西 做一个东京人 八十八岁就经历了 关东大地震 二战 远报 还有现在的战衣 他全静了 独居 关着背 这个老太太 跟我见面那天 她说我明天要去民谷物 我说谁陪你去 我自己去啊 那个年代的人 我自己去啊 没有人陪你吗 我跟你一起去 不行 不要 我不让人家陪我 我自己去 谁接你 为什么要让人家接我 我自己做见证到会场 我要去演讲 讲女性主义 他说我去台湾讲女性主义 有他们请我 我就去了 我太太八十八岁 我为什么 讲他 因为我刚刚拍完他的一个作品 为什么拍他 因为他是黑者明 也不是因为他是黑者明 但他是黑者明 他的长忌 书店买到他的书 去找来看看 那个年代的人写了书 新书啊 叫等云到 等云到 什么意思 一针见血告诉你 拍电影的正水 等 一朵云飘云 现在不用等了 变老 坐云到 你要什么云都有 这是为什么 坐的云你不感动的 有没有感动到 你看那些电脑动画里 不知道有没有感动 那朵云飘了 你看胡金泉云 你看到那些芦苇 他种了三个月 你会等他翻摆 你会感动 他那个孔剑的设计 黑者明等了两三个月拍 反正他很多电影是用等的 黑者明的长迹 从罗胜门跟他跟到 黑者明走 他继续活了八十八岁 他是我的粉丝 我的所有的电影在日本 他都坐在里面 而且都会举手 发文 讲他的感受 后来我就变了好朋友 那我常常 只要去日本 东京都跟他吃饭 可是跟他聊天的时候就 越来越觉得这种人很珍贵 会没了 他不喜欢安培 我怎么办 导演怎么办 现在安培要十八岁的小朋友 来投票 那十八岁他怎么决定事情 这些小朋友 整天看桌球赛 打电动 你怎么叫他去投票 他很多的操心 他对未来没有什么乐观的观念 他说我非常娶我 我说你不要娶我 所以我们期待有更好的人 重要的做人 二十岁 我想他们看菜你要给你 你懂我意思吗 那我去拍 但是去年我又跟他吃饭 看到他讲了很多事情 我说都没有人拍你 他说我不喜欢被人家拍 那我拍你呢 他想了一下说你还可以 我就去了 花了很多时间跟他沟通 不要来吧 我有什么好拍的 不要来吧 我很多事情我做不完 千万不要来我家 我家很乱 最后最后 我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 我跟李康生带了一个助理 一个机器就去了 就不管了 约他转了水 他就拍了 他约我们在东宝 东宝是片场 礼拜天 因为他的关系 他们就愿意开餐厅 让我们吃 吃完安静无人的一个片场 我选了一个有点光的地方 就拍了一片墙 这是一片白墙 我说我只是要拍他的样子 留给日本人自己 这样子去看他 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预算 没有投资 没有计划 没有目的 我就拍他 拍他的时候 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拍 我做了很多功课 研究他的时代 看他的书 我一想他讲过的话 去道路 觉得相对无言 没什么要问的 没什么要讲的 这个人就是88岁 坐在你的面前 他还活着 他经历了那么多 要看他的书 就去看他的书 要看他制作的电影 就去看他的电影 然后我就拍他 我后来就把李康生拉下水 我说小康 你跟他坐在一起 我拍你们两个 小康说干嘛 他不开心 他说干嘛 我跟他又远不通 他们是好朋友 我跟他都有翻地嘛 听他 我跟他又远不通 我要做什么 我说你不用做什么 他也不用做什么 老太太也很尴尬 结果我被我拍了 整个下午就坐着 什么都没有干 什么话也没讲 就拍 我想也许就是一个 没有什么意思 都是我两个我非常爱的人 有机会我就拍他们 所以你说拍电影是什么 就我的整个从小到大 把我的自由的观念一路这样走 走到后来拍电影 就是一个纯然的一个创作概念 你想做什么创作 你想画画 你就画吧 你为什么要计划呢 你为什么要有剧本呢 你为什么要把它当作商品的概念来处理呢 没有剧本好像就讲不清楚一个事情 说完了 说不了一个故事 传到不了一个精神 好像都是这样子 变一个自私的概念 所以我常常 到后来我 我刚刚去完日本拍完 然后拍摊 警戒我又去日本 再去东京拍一个作品 是《行走》系列 我想最后我讲这个 《行走》系列是香港电影界 邀请我拍了一个短片 他们每一年都请四个导演 各拍一个二十分钟的短片 然后他是第二次请我 第一次请我是在2012年 我拍了一个作品叫《行者》 就李康生穿红色的衣服 在香港街头慢走 走得非常慢 所以这个作品后来在优酷网站被骂翻了 大陆同胞 大陆人 大陆人 大陆的网友 大陆人 急 怎么说呢 怎么难听怎么骂 然后其中有一段 人在告诉我的 不太有上面看 人在告诉我 有一段说 听说蔡导演 还不只是拍这个呢 好像还有续集呢 我说还有连续剧呢 我已经拍七个走路短片了 走路短片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走路 在不同的地方慢走 是什么 其实我不知道 因为他这么慢走 所以你才会去看那个画面 你不是看到他在走 你看到那个时间的流动 你看到那个世界某个角落 是这样子的状态 而且人是这样子的 李康生有一个是在马赛走 马赛有一个很旧的街巷弄的一个楼梯 就穿到比较下面去的 很高的楼梯 大概四点多 信仰就来了 我们拍那个 李康生走起来 然后刚好不是故意的 幼稚园的学生 小学生放学 很多学生穿过你的走道 有很多人 一般人也会穿过 上上下下 他们看着李康生在走 走得极慢 我们就慢慢地拍 拍到什么呢 拍到那些人 每一个经过人的头发 闪闪发光 每一个人都会得很美 不是太清楚 他们也讲话 他们也迷惑 他们也 怎么说呢 也很好奇 小朋友站在那边 动 看了好久 等等 看到什么 当然走过的时候 我们看到灰尘慢慢扬起 我们看到灰尘 点点滴滴的灰尘 刚刚经理人说的 那个众围尘 细细 围尘在飘 如果你没有那么慢 没有那么长的镜头 你就看到一个故事 看到这个电影要说的故事 你不会看到这么点点滴滴 你懂吗 所以现在很奇怪 像养天一节又来找我 那我很好 从来不问导演你要拍什么 我给你一笔钱 你拍个短片给我 那没想到 我又拍走路 那我拍走路 我还有一个想法 因为这个作品很可能还会上到那个网子 我想看改变了吗 有没有一点点改变 有没有一点不同的生命 我想看 我非常渴望看到他在改变 但是有可能不能上 因为非常谢自己 那我也很希望他放 但如果他即使谢自己 他被放了 也表示说改变了 对不对 大陆是最近只能拍阿头吗 武哲片只能露个头吗 是啊 那我这个电影是鸡鸡啊什么都有的 但是你说它是什么呢 人的身体 每当不行 你的身体 李康生的身体 还有一个日本演员叫安藤 安藤什么姓 郑姓 安藤郑姓的身体 美到不行 我先放一点讯息给你 我猜台北也会放吧 李庭姐 美到不行 而且那个美是一种 我就给你看 我有这么青春的身体 你看不看 敢不敢看 其实你很想看 你看完你就来捡它 因为你是电简区的人 为什么那么害怕的身体呢 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一直没有往前走 我们假装我们往前走 我们假装我们盖大楼和文明 其实没有 我们有很多不了解 不愿意了解 或者不了解的东西 我们就抗拒拒绝 我觉得 哎哎哎哎哎 真的是 不准拿成财 我觉得不要这样子 所以 我时间差不多 那 今天非常开心 大家分享 与不伦次的分享 那我 我对自由的一种观念 天强不见了 也会引起我非常多的感受 我就把这个表达出来 然后每个作品都是用这样的方式 什么东西引起我感受 我就来表达出来 可能表达不完 也表达不尽 也表达不尽 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可以表达 这就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好 我先讲一个小学 我们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想蔡老师非常客气 说他好像有点叭啦叭 这样子讲 其实我们是写诗或写文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看到是一个不同的意象的呈现 那一个一个星星在天空之上 我看到蔡明亮的一个很完整的星图的一部分的披露 我觉得其实非常感动 因为我说听照片讲说 我十几年前 那是学生时代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热情充满的希望 虽然他有时候讲的有些比较阴暗的 但是其实你的热心非常非常火热 就是我们大家没有办法直接碰到那一块 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演讲的经验 我听了感受很多 那这一次就是我们讲 各位有没有一些提问的人 有点非议 那再提个问题 一方面请各位一下 因为各位喜欢有一份这个问卷 各位可以提一下之后 那最后就确实对我们服务台的朋友 请他回收回去 他来约分合一圈 有没有什么问题 此外呢 没有问题 我现在稍微点 我还会跟各位讲一下 先不要这么急 我们还准备五份 文言记特殊的书衣的证品 后来我们这里要翻录名单 那请大家帮我们颁发这个证品 来 没有 请 一位的朋友 没有办法 大师你好 然后我刚才联同今天这个 刚才看的三部 第一部是 大概十年前 十二年前的 新竹电影 我跟你一起看那个 那边几天 我还在堂堂 那第二部是后来 在西庙看天天一昨天 那就是第三部 那这三部看起来都 很奇妙的都 我为什么都会跟那个 卖手表有关系呢 非常好 所以手表 时间 那你 这三部电影里面想要 你是在想要说什么 因为其实 我觉得这三部都是在这一点 都是有一些连贯性 就是说 女主角 诶 那边有 那边有 好像比较没有 那个 都是会 都会提到 说卖手表 这个人 那但是 只有 那这卖手表 这个人 他只有在 你那边几点 他有比较多的戏子 那接下来就 像烟影一样的就 这边跳过来 那边跳过去 那另外一个问题 不是 就是什么 嗯 第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是 身上的 因为 嗯 你看冰淇淋 有很多螺露的 不是 好像有一点点 路易静 路易静的开场 他一开始是 有波 还行 那 天边一走云 也是有很多大量 身体螺露 那刚刚那一步 也是有 所以 其实我不懂艺术 但是我很想知道 是想要 想要 想要 有这两个问题 谢谢 很多 很多常常听我演讲的观众 都知道说 我 通常不会解答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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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愿意 说 哎 这是什么 是什么 好 我只能跟你说 我希望你能够看我的电影 好 你还有七八个人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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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看我的电影就很多人会 其实是真的有问题 他很想知道 好 好 不见得 他想知道 不见得他不懂 不见得他没有感受 他有的 他只是想印证是不是 我都觉得这个印证是多余的 你不需要印证 你不需要印证你的感受 跟我的 跟我想要串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我 我如果 我举个例子 我曾经拍过一个电影叫 不散 有一个镜头是李康生 他是一个发音师 这个电影叫歇业的 最后一场 他要失业了 你可以想象 所以最后一 他要关铁门之前了 你知道那种以前老戏院 有一些什么 投币的算命机吗 连长一点都知道 那种比较老戏 有各种投币的东西 算命了 土博了 刚好有一个投币算 李康生就投了十块钱 就关心菩萨的音乐就起来了 就掉了一个诗签 签诗了 李康生就看 这个画面是这样子 然后老外就问 请问那个诗签 那个诗写了什么 就当纸写了什么 可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看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需要知道吗 你不需要知道 等你看到李康生 在当下 丢了十块钱 去问一个机器 明天怎么样 未来怎么样 爱情怎么样 你大概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 那边几点 天窍不见的 和天窍不见的 天窍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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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讲 电窍流离的时间 我是直接在讲时间 时间 造成我们的感受 比如说 距离 时间也是个距离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会拍这系列的电影 有很大的部分是我长期的生活 在那段时间 从我拍电影开始 我的电影的命运是不停的带着我往外跑 到处跑 不知道为什么 到处 你们看起来他都不卖出 可是他在很多地方都不停的放 远到什么 哈萨克 远到什么 南美洲那些城市 你们知道吧 我就插非洲没去 非洲有请我 但是我没有去 也到处去 去到 去到你睡在旅馆里面 醒来 常常有 我想长期旅行的 都有种感觉 醒来不知顺在何处 真的 所以我对很多地方的了解 非常非常浅薄 就是我常说 不是从一个国家到一个国家 是从一个旅馆到一个旅馆而已 你知道我去了很多很多地方 有时候我都忘了 看了照片我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我也很少看那些照片 我拍了就当下 一时兴起拍了 然后就从来不看了 因为我不记得在哪里 然后 但是这些东西让我有很深的体会 就那个飘破感 人在追求什么 我们就说我们要安定下来 为什么不能安定下来 什么东西才是安定下来 这些都是让我一直思考 就跟着这个生活在想 所以作品就一直一直的出来 一直一直的出来 我还是没有办法回答 很具体的 我最后的感触就是说 我只能用现实的生活跟你讲说 我有一天 也就是最近这两年 就是这两年 我身体很坏 我越来越害怕坐飞机 跟空难也是有关系 我每次坐在飞机上 我都觉得我跟上天最靠近 但是我最不安 你知道吧 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些惯念 你心里最深的那个惯念是什么 那个就是你的归宿 所以我最近就觉得自己定下来 哪都不想去 我住在山上 住在山上 其实还是这个世界 住在山上才有机会 认真的看这个世界 哪怕这个世界 其实就是一个方块 一个山谷的样貌 你每天看着它 这就是世界的全部其实 鸟啊 虫啊 风啊 雨啊 驴啊 树啊 月亮啊 太阳啊 晨光啊 全部都在那边 你就看着它 你觉得这个世界真是美 太美了 你看到什么 看到时间 因为你拥有这个时间 你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时间 我们都说我好忙 好忙哦 忙到没有时间 所以你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说 时间在停止了 时间不动 不是 时间在动是你停下来的 所以你看到世界很慢的 所以你看到世界很慢的在动 但是它不多不少 也没有情感在移动 我住在那个山上 我住在那个山上五点钟 目不沉中 那边有个秒 每一天都一样 但是你会很爱这个世界 因为你停下来 你觉得这个世界原来的样子非常漂亮 可是我们的世界很可怕 我住在山上 我看到这是美 但是我很清楚 我只要走 走得靠近一点 整个大山谷 全是大型垃圾 过年前有一个人 丢了十几包的垃圾 不知道从哪来的 不知道是山上还是山下的 大费重上的 丢了十几包的垃圾 在路边 因为他知道有人会来收 然后那些牌子写说 罚款六千块 你懂吗 这个世界有什么改变 其实这个世界本来是很美的 但是我们让它变得不美 所以我站在那边看到 还是好像很美的世界 我就已经很舍不得了 所以我说我如果有来生 我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好 就这样 谢谢 再次帮你回头 谢谢 这时间很宝贵不好意思 我看了一些人 对 对 要把他诊实了 4点 要颁发书1 张正平 一半三位还有蔡导演 你们好 我们现在一个问题主要是 其实去年我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观影 今天也是非常特别的观影 去年我是在成品的金马银展里面 看着前厢导演的回光纵银曲 那是陈湘琦女主角主演的 那那个影片跟今天的观影间 跟蔡导演所讲的观影间 又有点不一样是 成品地下室的那个厅很小 它一个厅大概只有三十到四十个人 那那个影片它很短 它的用色也很沉闷 因为它其实是拍摄一个高雄部分的国宅 是很规拜很破旧很老旧的一个社区 那整场电影的气氛沉闷到 到最后一个画面出现以前 观众整场都在屏息等这个画面 在它之前的一个小时完全是安静的 在这么奇特的场景里面 看完那个画面冲出来的时候 突然会有一种得到释放的感觉 那好像有一点类似今天所讲的主题说 我们是不是不自由 我们为什么要被进步 而且在那个时候 我们为什么得到很像快乐的东西 那部电影的英文的名字 其实它就叫做出口 那想呼应现在今天的主题是 刚刚老师一直谈谅陆老师 在那个时代 刚解研的时代 其实更多的新高性进来 但是有人用眼前充慧的目光 去选择或去吸收 所以我们得到了自由 或许是这样吧 但是到我们现在十几年后来看 我们其实是不是反而更不自由 更可以压抑的 我们需要的 如果是像现在的影像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呈现了 这之间有没有一个桥梁 或者对话的空间 它终究就断裂了 虽然很明显 咱们大概是那个 我还不了解现在这个世界 电脑萤幕的世界是占了大部分人的世界 你去到哪里都是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去到机场 机场可以是旅途中的一个暂停的 一个暂时的可能休息间 你永远都是看到人家在 那个电脑是很忙碌的感觉 非常忙碌 不停的或者讲手机 手机这个事情 我们以前 今天早上我也在想 不知道为什么想不到 我们以前的联络是很不方便的 你知道吗 靠电话 不是每个人都有电话 靠写信 写信要等很久 然后就期待 期盼在那里面 现在 每个人都把电话带在身边 既被操纵 又操纵 又操纵了别人 但是你是被这个世界操纵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不太知道怎么办 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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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 回到我的身上来说 我就停止了 我的表达了吗 我这停下来 不去做我要做的事情了吗 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宇宙 每一个人就是他独立的一个世界 你真的要用你自己本身去感受说 你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你懂我意思吗 你觉得怎么样好 现在大家都很贪心 说怎么样比较不好 大家都很担心说 怎么样会跟别人不一样 怎么样才可以跟别人一样 很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懂我意思吗 或者你的父母也会担心 你会跟别人不一样 可是你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我都说怎么样回到最本来的那个样子 是很重要的 想想看没有答案吧 谁也不能给任何一个答案 所以我的电影永远会告诉你 我想跟你讲什么 可是里面都讲了 你知道为什么 没有办法跟你讲 我觉得很不负责的 有一个结局 有一个结果 都不是作品该出现的 所以最后我还是 用我最经常讲的那个逻辑 有空常常看天上的月亮 有空常常看大自然的意思 用佛教的观念来说 充满了法 充满了法则 你知道 充满了本来的规律 那你可以从里面看到 我相信你 你不要去管别人自己 先过得很好 你自己就可以过得比较好 这是我的想法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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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祝一下 我们今天 我们先祝一下 五位这个 我们的听众 廖春琪 举手一下好吗 廖春琪在吗 廖春琪 没有是不是 我们往下位 曾美英 请到台前来 林彥 欢迎到台前来 罗 好